Hello 現在是一個晚上 我亦都不在這輛單車上 我在這輛車上 現在我就是在將軍澳 今天政府開通了新的一條隧道 那一條的橡欄隧道 就是貫通將軍澳和藍田 我們現在就跟我朋友一起 後面那位是我的朋友 希望走一走這條路 你們可能很好奇 為甚麼我不是踩單車的 明明Mr.MW這頻道經常都是踩單車的 因為今天真的很冷 我的車寫著現在是18度 剛剛才開始適應這些冷的溫度 氣管就有點不順 我就免得弄到自己病 所以我最近就沒有怎樣踩單車 今天就開車去走這條隧道 其實剛才已經飛了一次 drone 大約看過這條隧道是怎樣的 這條路在進隧道之前 就是有一條比較長的 在橋面上走的馬路 旁邊也有單車徑 那我一會希望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一走 就可以讓大家看看這條路是怎樣的 我剛剛好在趁天文台天黑的時間之前 就飛了一架 drone 你們都知道現在甚麼488G 還是448G那條法例 就是不讓人在天黑的時候飛 drone 其實我不是很熟悉這條路 因為我不是住在將軍澳 我一直都是很想住在將軍澳 但是沒有機會住在這裏 那這裏前面直走 然後轉右 就應該是上一條的隧南隧道 我想是這裏 沒有路牌去到教大家的 我現在最希望的東西 就是我的GoPro不要無緣無電 因為它剩下23%電 雖然我現在插住了那條電線 插住了尿袋 不過它的GoPro就沒有寫是否充電 它只寫了23% 然後又不提你是否在充電 其實是否在這裏 Google Map是沒有這條路的 所以我是不知道怎樣上的 我剛才嘗試用Google Map去設置 用這條路去到 去那個的 兒童醫院那裏 在西...是不是西角 那裏不是西角 郵輪碼頭旁邊的兒童醫院 我純粹試一下設置那裏 是不成功的 它是完全沒有教我走這條路 我想我要搜尋一下怎麼走 好 暫時是失敗 我朋友都不知道怎樣走 因為現在他還在我後面 喂 不行 走錯路嗎 怎麼走 你看到有路牌嗎 我以為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上Google Map那裏都沒有這條路 我來你先認識 我認識才停下 我下一個路才轉右 我們早了轉一個 出去之後轉右 OK 那我們現在再試一次 我和我朋友在想那輛車 剛才剛經過好像不認識那輛車 是不是都不認識路 我想他也是 剛才我就在這裏 做了一個街口轉入來這裏 就是現在要轉右 然後再轉右 咦 現在看到了 Cross Bay Bridge 那裏寫著Cross Bay Bridge 在黃色右邊的路牌那裏 那裏應該是那條的跨灣大橋 OK 跨灣大橋已經看到了 現在就轉入了 所以這條片一開始就已經走錯路了 因為Google Map是真的 Google Map是沒有這條路 我知道它今天是開的 Google Map你也看到這條橋的存在 但它 somehow灰色了 還有它在沿海那一條橋 它是無緣無故在地上斷開了 所以就完全用不到這條路 如果你是跟著地圖走的話 OK 那這裏應該是新興的地方 我朋友應該是 我朋友現在跟著我 應該是跟著有一點點不開心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不懂路的 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走這裏 我們兩個都不知道自己去哪裏 我們兩個都不知道自己去哪裏 我們只是說好了 是契德那個兒童醫院那裏等 那我們說好了兒童醫院等之後 就各走各路 好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怎樣走 而我現在在拍片 電話在拍攝 就是沒有能力去到談電話 啊 現在剛剛剛剛走得 我認得這條橋這個位 就是這個好像羽毛那樣的位 不是羽毛 就是這樣擦開那個位 我第一次走那個 將軍澳隔壁那一條單車鏡的時候 就發覺為什麼 按旁邊有一個 這條橋的一部分 就是吊橋的那塊 彎形那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岸邊有一塊呢 那時候是這條橋開之前的 大約是兩個星期左右 我就來了 將軍澳那一條單車鏡那裡 踩單車 我踩那一輛Local Bike 也跟自己的朋友踩 就不是踩單車的朋友 所以沒有怎樣拍片 然後就發覺 為什麼開這條橋之前 兩個星期 在岸邊那裡 無緣無故會有 一條橋的一部分 原來不是 直接在岸邊那裡 有一個位是 跟這條橋是很相似的 那些車子就突然之間 轉了來左邊 我不知道左和右有什麼分別 茶果呢 我想這裡有很多很多人 都是不懂路 因為我看到剛才的迴旋處 每個人都是 在亂打燈 大家不知道是哪一個出口出 雖然我知道其實大家都不懂路 我朋友終於回來 剛才被人塞住了 剛才過完隧道之後 GOOGLE MAP就開始工作了 GOOGLE MAP是不會走那條橋 但是下了橋之後 他就認識的 我就搜尋了GOOGLE MAP 就知道要是剛才轉遊 然後這裡我又開始不懂 是不是直走 是直走還是怎樣 不是啊 是不是直走 不是啊 是不是直走 不是去兒童醫院嗎 不是去兒童醫院嗎 兒童醫院怎麼去啊 不是去兒童醫院嗎 不是去兒童醫院嗎 你有沒有開GPS呢 我現在買了 OK 我們兩個人都是不懂路 好 Karate 快行了 快點 是 啟得兒童醫院 好的 我要選定兒童醫院 喔 阿寶馬竟然有這個位置 喂 寶馬又說選定兒童醫院 我應該選這位置 深圳的 不是深圳的那條恥 你先 你不要转了吗? 你不要转了吗? 好看得出大家都不太熟悉路 我们都是跟着路牌走 因为大家刚才预认了GPS 反正带不了我们去那个儿童医院 因为我们是想走那条橡楼隧道 所以我们大家都没有设定 大家都是靠看路牌 而那些路牌是要去到九龙湾 差不多才有一个儿童医院的路牌 这里是观塘的路边 海斌所以不是路边 说到我的名字这么难听 我们现在先停在路边 因为其实晚上所以吃饭 我们现在要想清楚去哪里 可以的 算是走错路只有15分钟 刚才卡到鞋子晒了5分钟 出来后好像路牌不太多了 是的 我一次有个位置是转左转右的 拍左拍右的 我一次以为是拍右 然后我看到后面 你好像拍左了 但是所有车都拍左了 我不知道两条线都是在九龙的 但是没有人走右边的 然后每个都是水鱼走着回船柱 左边有回船柱 右边我不知道是否 好像没有了 其实最后他们都会 混合回去同一条 每个都是大水鱼 没有人走右边 我不知道 我看到 走左边的 今天第一天开车 没有人懂路 然后我看到后面有辆的士 走左边 然后有个回船柱 然后那个的士 一直跟着后面 他明明打右转 然后我转了 然后他继续跟着我 好像完全没有人懂得走 每个都是跟着头车 是的 没错 这个路挺好玩的 如果你是张国家住的话 应该不用再塞 那个死人3元的路 但是有点少许是 但是有点少许是